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陳文剛先生 大家好 陳文剛 歡迎你又回來 我們都很開心再次見到你 上一集我本來很想和你談談你演戲 因為近年我看了很多你演戲 想和你聽說演戲的經驗 今集一定要祝你回來和你談 為何近年我真的見你演得很密 都算幾密 我自己有統計過 去年好像我演出了有九個舞台劇 一年演九個很厲害 很厲害 除了演外還有度和編 所以還有填詞 我想超過十幾個製作 是幾誇張的一些數字 我試過一個最驚人的紀錄就是 我下午在元朗劇院做科學怪人的封鎖 然後晚上就在香港大會堂 做獨座婚姻介紹所的封鎖 精神分裂也不要緊 實在太誇張 我想這真是潛無古人 但除了粵劇 是怎樣分身 我自己這幾年來都習慣地 很多時候都要同時間排兩個戲 變成適應了在兩個狀態下去做事 而兩個亦都很不同的戲種 亦都因為排練充足 能夠令我很快地提入到一個角色 我很快去投入一個角色 這是我多年來的訓練令到我可以很快進入 當然亦都要靠兩個導演的信任 讓我可以這樣做 亦都幸好有一個冷河時期 就是我演出完《科學怪人》 我要搭西鐵去香港站 這個過程我自己是 運了一次獨座婚姻介紹所的所有台詞 令到我有一個過渡期間進入這個角色 這個魔瓶的效果很厲害 就是在地鐵上發生了 其實很多人如果有時撞到我 都覺得我是一個瘋子 我很多時在地鐵背劇本 我都會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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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都不理那麼多 有些人看 你演這麼多戲原因是甚麼 是你真的很喜歡演 還是這麼巧有這麼多角色都適合你 所以別人會撞到你 我真的很喜歡演 我覺得如果我能夠創造到一個角色 而這個角色是活生生的 令到他這個角色有生命 而觀眾認同我覺得是很好玩 還有很大的滿足感 所以我每次去創造一個角色 我都會因應劇本給到的資料 然後我會去賦予他一個生命 而這個生命是有別於我自己的 我不希望每一次的角色 都是把我陳文剛這些有的東西 擺到一個角色裡 所以我不想 觀眾看得多 看兩三個就悶 覺得又是陳文剛 就行了不用看 我不希望是這樣 所以我花了很多心力在創造角色 也很幸運地 有這麼多人找我 近期有些角色令我滿足得到我的創作肉 這是很好的一件事 當然自己有一個劇團 有自己需要可以選到的劇本 這件事也造就到我能夠去做幾多不同的角色 其實我是很看得到你真的可以 演很多不同類型的角色 例如小資大學 就演小鳥一個這樣的阿叔 然後黑森林 百股殺人狂 你真的全部不同類型 但各個角色也很不同 但我很欣賞就是你各樣都演得很好 而不是看到陳文剛在這裏 而是我看到那個角色在這裏 這件事是我很欣賞的 這件事我覺得也是必須的 作為一個舞台劇演員 如果我這一步都不走 或者我不去創造的話 慢慢久而久之 一來觀眾體驗 二來你自己都停在一個階段 如果你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 你滿足於你自己的水平的時候 只會向下走 而不會向上 所以每一個新的角色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就要想辦法怎樣去跟劇作者溝通到 雖然他不在我身邊 或者這個劇作者是一個外國人 或者他已經過世很久 但我都要跟他找方法去交流 令到我能夠做到他心目中想要的一個角色 這樣他才會立體化 而我自己有個特色的就是我相信台詩 因為很多演員都會把劇本 我自己用我的方法口語化說了他 這樣便出事了 因為每一個講話方法 原來都是由你自己去說 而你不是因為每一個劇作者 他寫的語氣用的字眼 或者寫的方法都可能不同 因為他有他想的角色的特色 貫注到台詞上 如果你放棄了他給你的一些元素 要把你自己加插你自己的說話方式 那不是你自己 那不是那個編劇創造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件事我自己是很注重的 但我也都留意到很多演員 所以他也喜歡用自己的方法 這樣我講不到這句台詞 這樣我就講到 用我自己的方法 那便是你自己 所以可能有觀眾會很喜歡這些 因為他根本就是喜歡這個演員 所以無論他講什麼 基本上都喜歡他 但我看到是個 我只看到一個演員 我看不到角色 我自己也很喜歡 除了外在 我都很想去做一些變化 例如爆谷殺人狂的時候 我感覺到他是一個很粗獷的人 他是一個市井 但他又有他的一些特色 我就想 如果是一個粗獷的人會怎樣 如果他肌肉會不會發達些 如果皮膚會不會優黑些 我就是嘗試去外形去改變 我去不斷去做運動 去操大自己的手臂和心口 腹肌 我希望令到那件事 我由整個身體崩緊開始 去影響到我的情緒 我覺得這件事都可以刺激到我 去創造到一個不同的角色出來 包括如果我特意去曬黑 我是很白的一個人 我曬不黑的 我天天就是曬 曬到自己較為黑為止 而每一次出場的時候 我都會做掌上壓 我每一次出場之前 在電影中 我最少都做一百下 令到我自己的肌肉 是完全地擴張 那個感覺是很不同的 出到去就有一個另類的感覺給我 這是我創作角色的一些小小的要求 對自己 我亦都告訴自己 這一百下獎上壓 我是為了今場的觀眾 所以我一定要去做 比如我們做少資大學 我又有另一種方法去創作 因為看台前 我不明白為何我要這樣說 因為那些是日本人的思想 他們的想法跟我們中國人的想法不同 所以我買了一本 研究日本人的一些雜性 或者他們的性格 或者他們的文化 究竟是怎樣影響到他們的處世 我們買了一些書來研究 亦都看一些日劇究竟他們 那些演員是怎樣做戲 總有一些特色跟我們中國人不同 我們再去吸收這件事 然後投放在少資大學的一些角色 你還要肯定是那段時代 因為現在的日本男人 都不是那個年代的日本男人 他們都不同了 所以每一次我都希望 有些不同的東西給觀眾 對自己來說又好又開心 我是一個藝術工作者 我需要創作 我必須要找一些新的元素 去給自己去發揮我的創作 我的創作就是靠我的身體 我的聲線和我腦海裡想的東西 將透過我的身體聲線去呈現給觀眾 看我這件藝術品 我希望是藝術品 我不希望只是一般的製成品 所以這件事我會執著 而觀眾其實是看到 起碼我也是看到 因為真的有一些演員 例如我最近編的一本書 有很多不同的劇場工作者 他們都貢獻著他們的稿 他們都有些說 看到現在劇壇的現象 其實有很多演員 用自己最舒服的方法去演出他 或者是知道觀眾喜歡的 其實是討好觀眾 做那一種 但其實我不敢說他們沒有努力 有一種 但好像是你這種 用這種方法去令到那個角色立體了 或者是不同了 就似乎他們不是走這條路 其實應該是回到最原本那裏 其實這一種 我相信你們學戲的時候 亦都應該是這樣去創造一個角色 有這樣的方向 我想不同的演員有不同的特質 可能他們的信念亦都不同 亦都可能很難是一切而論 我想就自己的喜好去創造 我覺得是最好 不過當然大家條條路都可以通到羅馬 但你怎樣走是自己的喜歡 都是自己的取向 沒錯 不過我自己就會喜歡這樣 會令到我覺得每一次有新鮮感強烈些 亦都可以容易些去分別一個角色 例如我遇到一個科學怪人 下午會結束 讀著婚養介紹所 夜晚有開幕 我怎樣去分別這兩個角色 我必須要拉得遠些 如果我很近的話 我說話的風格是一樣的 很辛苦 我自己也辛苦 觀眾說你把科學怪人 帶來讀了羅馬介紹所 還是你把讀羅馬介紹所的角色 放在科學怪人 不可以 但真的都很大挑戰 其實我覺得你夠膽去做這件事 也是的 但很開心 當自己能夠做到某些成果 我不說得很好 但起碼某一個水平 我能夠碰到 我自己也覺得開心 每一次都希望能夠挑戰到自己 可以更多一些 現在有沒有哪個角色你特別喜歡 或印象深刻 如果你有做過的角色 我自己很印象深刻的就是 是父親 以前我在APA畢業的作品 那個角色是 我覺得他寫得很好 很多戲可以做 但有一些正劇的戲 會有很多內心的戲可以做 這些是很好玩的角色 但不容易再做 當然很多角色我都很喜歡 例如少芝大學 兩個角色 一個劇作家 一個審查官 其實兩個角色都很好玩 所以我們兩個角色都反過來做過 他有給予不同的感受 其實為何我這麼喜歡做戲 我是透過一個角色 我去創造一個角色的時間 能夠令我去了解到 不同的文化 不同時代背景 他們的想法 對於我去了解這些人類文化遺產 是很重要的 令我對於人與人的溝通 對於人與人的理解了解 是很重要的一些元素給我 我會知道原來一個人 對著同一件事的看法 原來可以不同 就算同一個人對著同一件事 在不同時間他的看法都是不同的 更加令我知道 以前我會跟別人爭辯 為何你會這樣看 應該是跟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對的 肯定是對的 原來不是 不一定的 我才知道 我需要再闊一點 站闊一點去看 才可以跟別人溝通到 或者我們文化可以交流得到 這件事 戲劇帶給我這個好處是很明顯 其實演員都挺好 可以去生活在別人那裏 知道別人怎樣想 在這一行是很特別 我們會去接觸很多不同的劇本 這個劇本就是另一個世界 如果你不去接觸 或者你不喜歡看書的時候 已經很難接觸到 就算你喜歡去旅行 你只看到表面的一些風景 你很難深入了解他們的文情 是 沒錯 我之前收過一課 叫Body Matters 即是說身體 其中一個篇是說軍隊 即軍隊的身體不屬於自己 其實原來 我發覺演員也是 演員也不屬於自己 絕對不屬於 是 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只能把自己的身體 放在最好的狀態 訓練到最好的狀態 而去接受其他導演 即是劇本上我們需要做的事 所以我經常都要求其他演員 即是我導演的話 我會要求熱熱 做好一點 訓練好你的身體 令到 就算我去教演員的課程 也好 三個小時後的課程 我會用一個小時 十五分鐘時間熱熱 令到你的身體有 有不錯的機能 有不錯的體力 才能應付到演出 如果不是 如果你沒有三個小時的體能 你怎樣能應付到 兩個半小時的演出 再加上可能有日夜場的時候 你沒有我 你去到夜晚那場 原來 act-1完了 你都死了死了 那怎樣能 你沒有辦法可以呈現到 跟著的戲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體能對於演員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很著重 要去操你的體能 要做多些運動 作為一個演員 不能夠令到自己身形 走樣 這個走樣 我覺得隨著你年紀長大 可能會有所變化 但是將它盡量拉長 起碼就算可以 你肥了不要緊 你體能上你應付得到 譬如很多 譬如紅金寶 他那麽肥 他都可以打到關斗 你沒有理 要靈活 你做不做到 當然如果你做到就行了 如果你因為自己的懶惰 而令到那個角色 受著你外形的限制 他就說對不起 你似乎是糟蹋了一個角色 不要做這個 但是沒有辦法 香港有些人 可能他們 在完了這個劇場工作 都想過一些安日的生活 沒有效果 但是幸好我自己是喜歡運動 所以我也都理解到 如果我要應付這麽多角色的時候 或者用這麽頻密的演出的時候 我更加需要一個良好的身體狀態 你剛才說道戲 你近年開始道多了戲 你對於道戲有什麽經驗 有什麽感覺 因為我覺得 演始終可能真的有個期限 都不能夠長久地演下去 有些真的受著這個體能 慢慢下降時有個限制 但是道可能不同了 我需要靠個思想去做 而我亦都覺得 因為我是一個劇團的藝術總監 有些東西 藝術的方向 藝術的取向我 我需要拿緊些 或者我需要走一條我想走的路 所以我近來會多些 而導演的感覺其實跟演是兩回事 演只是做好一個角色就可以了 但導你就不是了 你只要包含了 將所有不同的單位的藝術創作者 拉在一起 令到他成為一件事 一個看起來有系統 有統一性的藝術品 呈現給觀眾 這個挑戰是更大的 當然 一般普通的觀眾未必看到 導演背後的心思 可能只是看演員 在舞台上的即時演繹 但不重要的 當你站在導演的立場 你就不是要求那件事 看的都不同 我覺得是有更大的挑戰 和令我去想 去思想得更加圓滿更加闊大 因為我不再單止是看一個角色 我要看好這麼多角色 我還要看好這麼多角色 去將它組合 這是更大的挑戰 未來我都會再做多些 關於導演的工作 當然之前我導很多時候 因為製作費所限 我都會又導又演 但不是最理想的一種參與方法 因為始終都會分心 我希望日後我可能 演我可以少一點 導是多一點 而且是專心去導 需要去另一個階段 因為如果我再不在這個階段 去訓練自己 在導演方面有所提升 遲下可能就接不上 我必須要鋪定一條這樣的路 其實創作你也做很多 近年都會有寫劇本 因為人生有這麼多的經歷 有些事其實積聚在心裏 很想跟觀眾分享 也知道香港的編劇人才不太多 與其我等他們空閒和我合作 都不如自己試試看行不行 很險秘 因為我自己都喜歡寫東西 譬如填詞 我自己都填了很多年 編劇又行不行 因為我都看過這麼多劇本 很多不少都有一些印象 哪些劇本好哪些劇本不好 或者怎樣有些戲可以產生出來 我自己都有一些渣渣 所以嘗試寫劇本 當然我暫時寫不到一些 驚天動地的劇本 只是寫一些小品 但我都希望由小品開始 慢慢發展到 我能夠寫一些再大些議題的劇本 但其實是要慢慢 我知道不可以一步登天 你亦都不是專注在這裏 因為聽你講 你根本有很多飯素要經營 其實是很難的 還有填詞你都做很多 填詞基本上跟我的演員生涯 可以是拍攝去的 我十幾歲做第一次踩舞台 亦都是十幾歲時開始填詞 一路去填好 初初只是玩著玩著地填 然後就嘗試去參加些比賽 然後慢慢地去舞台劇 去找我寫一些主題曲 然後有朋友介紹我去幫迪士尼 填他們家庭影院的中文版的歌詞 和迪士尼填一些電影的中文歌詞 和迪士尼填了幾多 慢慢訓練到我翻譯歌詞是怎樣 因為迪士尼音樂品種很多 什麼樂曲都會有 就會令我訓練到我如何感受不同的樂曲 因為迪士尼的劇本很大限制 一定要翻譯的意思 有時還要配合畫面 所以它迫到我自己去想一些不同的字眼 由意思去迎合它的內容 還要壓穩 這件事是我幾年迫出來的 所以慢慢去和APA填一些音樂劇 翻譯一些音樂劇 我已經覺得對我來說已經輕鬆 因為有些不需要這麼配合畫面 但我的空間會大一些 再加上日後我填一些純創作的音樂劇時 我的自由度會更大 亦會更加容易去掌握我 你真是多才多藝 其實真的很長 其實貪心 一樣都想嘗試 但都要做到才行 亦都很多謝各位給我機會 因為如果他們不給我機會 我都做不到 當然我自己都要很努力去把握 這也是剛才想說的機會 可能是很公道的 可能每個人都有的 但看誰是把握到 而且真的努力去做得好 很開心的就是我自己 很喜歡看書 這不是人家逼的 我以前讀書的成績不太好 但我不知為何我這麼喜歡看書 可能我很想吸收不同的知識 這些書本看得多 慢慢就積聚我的用詞 同一個詞 有些同意詞究竟有多少個可以用 反意詞究竟是怎樣 可以令到我用很多這類的東西 去滲入我的歌詞 還有我看得多書的時候 有些故事令我感動的時候 我會藏於心底 看看何時可以用得著 放在這首歌那裡 以前積樂的東西 其實原來是用得回的 只不過你不知道何時可以用得回 所以俗讀《唐詩三百首》就是這樣 都真是的 我真的沒有說錯 古人的說話是有他的道理 沒錯 好今次就要遠了 今次的聊天 好多謝你邀請 多謝你文哥 我希望將來又再請你上臉再聊 跟你聊天很開心 多謝你文哥 多謝你收睇 拜拜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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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 你先來 什麼事 我請你 都要走